新冠肺炎疫情 目前變種病毒是入侵到各國 以讓確診個案持續攀升 還有不少富裕的國家是大量的訂購疫苗 有一些數量可能還可以讓國民施打了好幾次 專家指出 除非所有國家都可以公平取得疫苗 否則囤積疫苗的話 只會拉長全球緊急狀態 因為新冠肺炎的疫情嚴重 法國巴黎的街道行人不多 而根據法國最新的報告顯示 法國新確診的病例當中 英國變種病毒就佔了四分之一 為了防止病毒傳播 法國政府只能採取消禁等措施 變種病毒入侵各國 導致全球感染人數持續攀升 世界衛生組織的會議上 專家提出警告 曾經感染新冠肺炎病毒的民眾 可能會再次受到感染 而為了阻止疫情擴散 南美洲的致力向中國進口的大批疫苗 準備進行大規模的接種 總統還親自施打疫苗 向民眾保證疫苗的安全性 而南非政府則是宣布 在終止牛津的AD疫苗接種計劃後 下週開始 將讓國人接種嬌生的疫苗 由於復國不斷的訂購疫苗 數量足以讓國民施打好幾次 窮國卻沒有經費採購 疫情只會持續延燒 專家也警告 除非所有國家都能公平的取得疫苗 不然復國囤積疫苗的情況 只會拉長全球的緊急狀態 記得陳嘉欣 彭耀祖 台北報導